你可能不知道的一些动词跟它的用法 Please bag potatoes Potato就是洋芋 我们台湾是叫什么 大陆叫土豆 我们叫洋芋 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一下忘记吧 这个bag本来是date 这个很简单 为什么要讲呢 因为它是动词 它不是名词 它当然是名词 但这边的用法 它当动词用 那动词什么意思 装入袋中 所以很多bag知道是袋子 可是不知道 它可以当动词 装入袋中 先把这些 我们叫马铃薯 Potato 我们把马铃薯放在袋子里面 这个意思 Somebody is bagged seed by the window 这边是不是装入袋中 有个老兄 有一个人 Somebody就是有个人 可是你搞不清楚 它是谁 Anybody就是任何人 Somebody就是某一个人 它这个上好像是负数 可是Somebody是单数 有一个人 这个seed是座位 作位 动词是set s-i-t 名词座位 s-i-t 叫人家坐下来 像法庭 这个法官说 请就坐 他通道会讲 Be seated Be seated Be seated 叫一个ed 当动词用 这有一个人 什么座位 在窗户旁边 所以我们一看到 这种区子也看不懂 这个 这是皮包包包 这个没关系 那你说前面装入袋中 这也没关系 back就是把位置占住了 可能是有人订餐厅定位 我要订窗户旁边的位置 或者有人他就先去 先占住 比如我们去餐厅吃饭 我想坐靠近玻璃的 窗户的 这样可以看风景 结果有人已经站位了 有的人已经坐在那边 他先到 先占住了 或者没有人 你要去坐 那个适应生 不好意思 已经有人定位 就是预先占住座位 这个意思 你看这个字很特殊 the horse bark and obstacles bark 什么意思 这四个字母 这个过去分子 一滴不算 它只有balk 所以过去是 有些时候 就跟ed去掉 但有的时候 它后面就带e 那就是加一个d 所以这不一定 有时候它原型动词 像这个balk 有时候它有一个e 像bm2he 要洗澡 它就有一个e 所以 只能去掉一个d 这匹马 碰到一个障碍物 你骑着马 就前面 有个小山坡 有个垃圾堆 有个什么 木栅栏 马一看到 过不去 停住了 不动了 所以balk就是停住了 通常是 受到惊吓 或者前面像这个 有障碍物 停住 不走了 不跑 balk这个字 虽然只有四个字母 可是我看多数 可能搞不清楚 我说 balked balked 当我买那个房子的时候 我已经被balked balked balked 什么意思 死在一月 死在一月 这个没关系 可是像台湾比较机会 死在里面 当然 你说他年纪大 医生说 你就回家吧 受众症 这个也还好 主要是讲说 临时性的 或者狠死 或者暴毙 或者 也就是说 不吉利 或者闹鬼 这些 就我们讲不吉利 就像台湾也规定说 这个屋主要卖房子 你要充分的 揭露资讯 有什么特别问题 漏水啦 这个哪里 这个结构有问题 海沙屋 有的死在里面 有什么特殊状况 要讲 The doctor bandage the boy's wrist a wrist 就是手腕 医生 Done doctor 也可以是博士 也可以是医生 通常用医生比较多 医生 因为是博士 也就不特别提了 就Done doctor 一般是叫医生 那叫医生 帮这个小男生 小男孩的手腕 包扎 包扎 他边的本来是名词 就比如说 绷带 绷带 扭伤 受伤 绷带上去 这个动词就是 包扎 或者上一个绷带 都可以 要看上下文 也可能是包扎 也可能是 做一个绷带 绷带 绷上去 去Bang Bang 就是 Bang一声 通常是讲门 窗子也可以 就是门窗类的比较多 或者冰箱的门 大门 窗子 用力Bang一声 Bang一声 外上去 发送 很用力观 很用力观 它会有声音 Bang 但是Bang 也不只是这样子 就是很大的声音 Bang 本来就是很大的声音 名词 动词也是发出很大的声音 这边是关门 你说 敲击 撞什么东西 汽车 护撞 火车护撞 飞机撞 掉下来 都可以 就是一定要很大声 所以像宇宙的起源 Bang 大爆炸理论 就是这个 声音很大 但那时候太久了 没人听到 The King Bang一声 Friendly Country 这个国王 把他怎么样 从他的国家 Bang一声 放逐 流亡 犯罪 那就杀掉他 他就关起来 他可能有的时候 皇族 就像以前 伊丽莎白二世 他的阿伯 伯伯 他自己 不爱江山 爱美人 爱德华 自己不做了 被放逐 流放 所以很多 皇亲贵族 你也不能关他 也不能杀他 因为他是皇帝 国王的兄弟姐妹 亲戚 所以把他流放 我也不关你 我也不杀你 你就走吧 离开国家 不要来闹事 I cannot banish my few dark I banish 这就是消除 消除 消除 或者降低 减低 这些意思 我没有办法 消除对黑暗的恐惧 所以很多人 有人怕黑 有人有密闭恐惧症 比如说他在电梯里面 下下空间 他会紧张 很多人都有这方面 怕黑 怕狗 怕小动物 怕毛毛的东西 这很多 被你消除 消除我的恐惧 The Banquet Visiting Prime Minister Prime Minister 是首相 通常也可以大写 因为首相就一个 但是当你说英国首相 通常大写 可是像这个 没有特别讲 是哪一国 因为很多国家 都首相 内阁制 像这种就可以消写 如果指哪一个国家的 首相 那就大写 所以首相 就像我们 台湾的行政院长 或是中国大陆的总理 李总理 一个叫李总理 就是 可以检写 PEM 但是检写一定要大写 就不能消写 PEM就是Prime Minister Banquet就是 本来Banquet 它的名词 就是一个宴席 就不是说 摆一两桌 就是可能很深大的宴席 请外兵 国兵 深大的 很多桌 很精致 像美国白宫总统 请外国的高官 元首 在白宫 白宫里面什么都有 总统住在里面 办公室在里面 宴会在里面 跳舞在里面 看书在里面 里面还有地下室 医院什么的 白宫里面 实际上 比我们看到的白宫大很多 地下室 还有看不到的地方 就是宴席 请假吃大餐 宴席 很多桌 The boundary with each other Party Party有很多意思 Party我们一般 中文讲派对 就这样过来了 派对就是 也不一定吃东西 就聚会 若干人 两个人以上 三个以上 通常都是七八个 四几个这样子 当然可以几百个也可以 就是那种大家的聚会 也可以当party 也可以当党 台湾国民党 民意党 共产党 什么党 party 也可以当法律上 第三方 第二方 原告被告 某一方 Bender就是相互的 开开玩笑 相互的戏乐 开玩笑 所以他们 一笑的就两个 所以这也可能 一定不是一个 这一定是两个 或两个以上 如果两个就是 Each Other 如果三个人 或三个以上就是 One Another 所以他们两个人 在这个派对上 在这个聚会里面 在相互的 打闹 嬉笑怒怒 开开玩笑 这个意思 这集讲到这里